嗨,大家好 前幾天台北市的機車安全宣導業配便宴上 如果還不知道事情前後經過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 去看Chip答答的影片 所以說今天我們就來 好好的利用台北市的數據 來看為什麼機車很危險 畢竟在我們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上 都已經明確的跟各位用路人說 10次車禍、9次機車騎士受傷害了嗎 首先就直接Google 台北市交通事故分析報告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不同年份的資料 來看最新的2020年的報告好了 直接拉到第20頁來看傷亡車種分析 哇,機車佔了52% 行人佔了38% 機車真的是超危險的 我們繼續往下看 台北市的資料真的寫的蠻清楚的 性別、年齡都有分析 就連這個表20兆氏車種 都還有獨立的交叉分析表 還很貼心的把小客車跟機車用不同的底色標註出來 左上角有寫第一跟第二 第一當事人指的就是在事故裡面 沼澤佔比較多的一方 簡單來說就是要對這場車禍負比較大的責任 所以既然機車那麼危險 車禍一定都是機車的錯嘛 來看最右邊的第一當事人比例 機車佔34% 小客車佔51% 說...說...說好的機車很危險呢 台北市怎麼可以做一張打臉自己的表啊 那可能會有人說 沒有啊 我看路上一堆機車亂騎亂鑽的 根本就是台灣交通的最大亂源 所以這邊再來Google 警政統計通報 控格 交通違規 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 2020年警察機關交通執法結果 第三頁最上面有個 依車種別舉發 違規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舉發汽車違規58% 機車違規41% 那如果大家對台灣的車輛領牌數量有概念的話 就會知道台灣機車的數量高達汽車的1.7倍 如果在機車數量遠高於自小客車的狀況下 違規數量還比較少 所以說10次車禍9次機車騎士受傷害 機車是台灣交通最大亂源什麼的 政府自己的數據都清楚告訴你 為什麼機車很危險 製造出這些危險的大多數就是來自其他車種嘛 也不要說什麼我在製造車種對立 因為我在騎機車 所以我袒護機車 笑死人了 我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把台北公車路網圖給畫出來了 當時還上過新聞 再怎麼說也是最先敞戶公共運輸好嗎 還有人要說我都不開車 所以不能理解開車的人的想法 拜託 我汽車駕照還比機車駕照早考到好嗎 我從考到駕照到現在8年 總行事里程少說也有個14萬公里 道路狀況長怎樣我會不知道嗎 而且那些什麼機車族 重機族 單車族 公車族 捷運族的稱號 真的超級愚蠢的 我今天搭公車出門 晚上騎機車回家 明天開車去上班 午休騎腳踏車去買便當 請問我到底要叫什麼族 四分五列族嗎 事實就是民眾會選擇自己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來使用 每個人都是不同運具的使用者 還是說要換個交通工具就會換腦袋 我今天開車會左轉 結果換騎機車就不知道怎麼左轉了嗎 然後一定會有人說 台灣就是機車密度太高 blablabla的 拜託 Google Map很方便 你自己把街景拉去南歐國家去看 人家機車也很多啦 什麼機車是落後的象徵 台灣又比那些國家先進嗎 為什麼機車會多 因為台灣幾乎不下雪啊 會下雪的地方 你叫他買個一年裡面好幾個月用不了的交通工具回來 當每個人都錢太多是不是 然後那些歐美國家就又剛好都是溫帶會下雪的國家 所以不是先進國家機車少 而是他們的先天地理條件就不適合騎機車好不好 既然提到先進國家 就來順便講一下他們的道路規劃 他們是依照速度來區分空間 行人最慢 所以最邊邊的空間坐人行道 再來是速度介於中間的腳踏車 所以在人行道跟車道中間坐自行車道 啊機車勒 當然是跟汽車一起放在一般車道上啊 人家先進國家的腦袋很清楚 機車油門隨便一轉就50公里騎跳了 在市區裡面隨隨便便都比汽車還要快 誰跟你機慢車啊 就是這種把機車當成慢車的思維 才會讓交通亂七八糟的好嗎 不要以為那些把機車跟汽車放在一起的先進國家都是白痴 就台灣最特別最會治理交通 真的那麼會治理 就不會每年都要有3000人因交通死亡了啦 而且啊 外側車道有公車要靠站 有計程車要載客 有貨車要裝卸貨 整條馬路裡面最混亂的地方就是外側車道 如果我不是速度跟不上車流的話 走內側車道直接通過就好 完全不用跟這些車子碰在一起 既安全又快速 結果台灣勒 在內側車道寫進行機車 把所有機車趕到外側車道 外側車道本來就混亂了 你說這樣機車傷亡怎麼可能降了下來嗎 更好笑的是 台灣是左駕右行的國家 駕駛座在左邊 也就代表右邊的死角更多 結果把速度可以更快的機車放在右邊 那不就是讓機車去承擔死角的風險嗎 10次車禍9次機車騎士受傷害 那裡面又有幾次是因為政府錯誤的規劃造成的 不過台北市交通局也不是都沒有做事啦 他們在2019年的時候發了一個案子 叫做進行機車管制成效與觀測指標分析評估案 想要委外研究在什麼樣的條件下 可以塗銷內側車道的進行機車 之後被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標到 不是交通安全協會喔 不過其實這份報告裡面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他取用的樣本裡面 幾乎每一個都是2010年的事故數據特別低 平均起來差不多是其他年份的四分之一 然後這就有趣了 因為這些樣本分別在2010年之後的 不同年份塗銷進行機車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塗銷進行機車之後 絕大多數的路段事故增加 交通狀況惡化 等一下 寫這份報告的人應該有學過統計吧 如果有一份資料跟其他的數據差距過大的話 那不是應該要去檢查一下是不是資料有出錯 甚至是直接刪掉不用嗎 結果台北市交通局就直接解案了 也沒有特別去看報告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幾年也都用這一份報告的結論 來判定某條路該不該塗銷進行機車 恩...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說啦 如果你以為台北市交通局這樣看起來很誇張 過一條河就有更荒謬的了 去年年中關渡大橋的事件不是吵得沸沸揚揚的 後來公路總局重鋪路面就說進行機車他們不化了 結果新北市交通局逼他們把那四個字畫上去 你知道最後怎樣嗎 新北市交通局又在今年4月30號特別發文 說為了提供機車族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 所以我們把剛劃上去幾個月的進行機車凸銷囉 哇靠...5月納稅寄到了 原來我們的稅是這樣子花掉的啊 再來還有一個是汐止的北山大橋 這個住在汐止或基隆的朋友一定很有感 前年6月的時候在議員的要求之下 開始進行假日機車行駛內側車道的事辦 這個部分頻道之前也有拍片講過 去年新北市交通局終於來開會討論 汽止分局的警察直接說事辦的一年半裡面 內側車道完全沒有任何機車車禍 反而是外面的基曼車道三天一小狀 五天一大狀 所以他們覺得應該平日也要開放給機車來行駛 結果新北市交通局的官員居然直接嗆那個警察 跟他說你確定你長官有同意這個說法 所以現在是因為市長是警察 所以下面的科員也敢跟著嗆警察囉 後來新北市的交通局長也很好笑 他就說北山大橋平日也開放機車行駛快車道的話 那上游的公車站公車在進出的時候會有交織 欸不就是因為你限制機車只能行駛在外側 所以才會整天跟靠站的公車衝突嗎 如果我從頭到尾都可以行駛在內側車道的話 那要怎麼跟外側車道的公車交織啊 所以這邊又要來講法規的問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就直接寫 機車因在最外側兩車道行駛 這個就是所謂的進行機車條款 然後他的前一條又寫了一個 大型車除了左轉之外不得在內側車道行駛 所以說在花蓮的台九線上面 就把進行機車跟進行大型車一起寫在內側車道上 那機車跟大型車不能走之後 不就只剩小型車可以走了嗎 所以簡單來講 相關道路法規的整本核心價值就是要幫小型車 特別是自小客車來打造好走的馬路 反正你們機車跟大型車在外側車道慢慢廝殺 誰出事了都不關我小客車的事 這樣的數據還不夠嗎? 不然就來看看台南好了 剛好這幾天台南市區的東門路橋地下道施工要封閉 結果台南市交通局給的改道建議 是要機車去繞旁邊的青年路地下道 看到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既然名字都叫東門路橋地下道了 那該走上面的東門路橋不就好 為什麼非得要去繞平交道? 難道是說平交道比較安全 還是說上面的路橋斷掉了嗎? 反正台南市交通局對這個質疑是完全沒有回覆啦 可能跟他們的市長一樣忙著去吃肉燥飯吧 如果要說東門路橋上面有彎或者是坡度太大的話 那你去年通車的長榮鋼鞭橋又是怎樣嗎? 這次是要拿國情不同 還是南北駕駛習慣有差出來當藉口嗎? 簡單來說啦 台灣交通混亂的一個核心原因就是車種分流 因為車種分流之後 機車只能行駛在外側原本應該屬於腳踏車的空間 腳踏車不敢走在外側車道之後 就開始騎上人行道導致弱弱相殘 至於說車種分流之後 汽車就好開了嗎? 答案其實也是否定的 看一下這個地方 你覺得開車行駛在這個車道上 現在的耗質之下你可以右轉嗎? 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人了 10個有9個是答錯的 答案是汽車不能右轉 因為右側的右轉燈是給機車看的 這個就是車種分流帶來的問題 把原本可以很單純的馬路變得很複雜 把原本可以很簡潔的耗質變得亂七八糟 最後就是所有弱弱人一起受害 最後要說進行機車的政策 從最一開始就只是想要解決擁測的問題 而拿安全當作藉口來施行的 既然這個政策始於台北 那就也必須從台北開始廢除 台北市交通局的新聞稿 應該很多人看了之後 也覺得只是想把責任切割給公關公司而已 這邊也不想評判到底誰對誰錯啦 但是台北市交通局其實可以藉由實際的作為 來向大眾證明他們並沒有騎士機車 最有名的也是外地遊子來到台北的惡夢 就是台北車站前面的中校西路進行機車 所以說這邊建議他們把 象徵交通戒嚴的道路上面的進行機車給投銷掉 還給機車用路人真正安全便捷的路 那今年年底也要選舉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票投給你的選區裡面 那些支持交通平權的候選人 如果不知道名單的話 可以追蹤機車路選促進會跟交通安全協會的粉專 接近選舉的時候會一併公佈 再次強調我沒有要選 所以那些說我是為了選舉在操弄對立的 還是麻煩洗洗碎吧 如果你支持這個議題 也願意協助頻道持續運作的話 youtube這幾天終於開通超級感謝的功能 歡迎在留言區小和斗內 我自己是猜這部片被黃標的機率很大啦 那雖然很老套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特別是在交通環境這麼危險的台灣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